醋溜白菜怎么做才好吃呢?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方法 做出来的醋溜白菜双辣脆爽开胃下饭 比饭店的还要好吃 大家好,我是西西里 首先准备一颗大白菜把根部切下来 然后再把白菜叶子一片片的撕下来 这样可以把白菜清洗得更加的干净 白菜叶子撕下来之后再把它放入大一点的盆中 然后用流动的清水把白菜叶子一片片的清洗干净 这样可以更好的把白菜叶子上面的杂质和虫卵清洗掉 清洗干净之后再把白菜叶子控干水分 先放入盆中备用 接着再把白菜叶和白菜叶子分开 这样就不会造成白菜叶子熟了 白菜叶还没有熟的情况 像视频中这样子切成V字形状就可以了 切好之后先把白菜叶子放一边备用 接着把白菜叶从中间切开 再斜刀切成薄片 切成薄片白菜叶会更容易熟 做出来也更入味 切好之后先放入盆中备用 接着再把白菜叶子撕成小块 用手撕出来的白菜叶子会更加的好吃 接着准备一把蒜瓣 改刀切成薄片 切好之后装入小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节大葱 改刀切成薄片 切好之后和大蒜放一起 再准备几颗干辣椒 用剪刀剪成小段 加干辣椒不仅配色更加好看 而且吃起来香味更加浓郁 再准备把小葱 切成小长段 切好之后放入小碗中 接下来调个料汁 碗里加入两勺生抽 再来两勺香醋 然后加入一勺蚝油 一勺食盐 少许的白糖 再来一些胡椒粉 然后加入一勺淀粉 再用勺子把料汁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 先放一边备用 接着锅里倒入食用油 油热之后把葱 蒜 辣椒放进来 再把它们炒出香味 炒香之后把白菜帮放进来 先把白菜帮炒软 朋友们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点赞 关注 留言和转发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您的支持 炒白菜帮的时候一定要用大火 这样才不容易出水 白菜帮炒软之后再把白菜叶子放进来 用大火把白菜叶子炒软 白菜叶子后面放就不会造成白菜帮还没有熟 白菜叶子熟了的情况 白菜叶子炒软之后我们再进行调味 把提前调的料汁倒进来 再把料汁和白菜放拌均匀 让白菜充分的吸收料汁 方炒入味之后再把小葱放进来 加一些小葱可以增加香味 方炒片刻就可以了 炒好之后再把白菜盛出来 装入盘中即可 一道简单又好吃的醋溜白菜就做好啦 醋溜白菜吃起来酸辣脆爽 非常的开胃又下饭 醋溜白菜这样做比饭店的还要好吃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 关注留言和转发哦 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家常美食 我们下期再见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